演唱会经济背后的意义是歌手团体以及歌迷们对城市转型的肯定 郭台铭董事长应该用正向的视角来看待年轻人青睐 也带来高雄观光业商机的演唱会经济 用如豆般的视角来否定高雄 这会得罪年轻人以及高雄观光业 这样对他的选情并没有帮助 我奉劝郭台铭董事长用看好高雄的论调来打选战 才有机会突破国民党高层 准备要提名侯佑怡参选总统的僵局